有些人為了要生驚東西的錢 會把各地驚報告別作回驚 若是沒有報告到去去沒辦法自動分裂 另外運到一半下去 驚到受驚人的手頭 好像有大地劑的那一家 為了要比喻這種情形發生 由邊境為載外去 沒有要再收 沒跟沒好事 那些是散去的報告 另外 驚香港海運的報告 過去讓海關查到 賴打那些是李電梯 才的為競品 法款都是中華友情出的 由於明仔有的實施力在一起 驚的人就要自己輔助 在郵局驚報告 很多人為了要生錢 都會跟兩三間會部跟別作回 原本一生郵主要七十塊 兩生要百四塊 不過如果兩間跟別作回 只要九十塊 不然也常常因為這樣有面長 跟兩三間的東西跟別作回 不過因為白不好吃 東西所落去 等到東西驚到有的時候 只能像有大地劑在想而已 為了要避免這種情風 又再來發生 中華友情情後幾月 車一開始 又沒有要來收別方 沒有完全的報告 您好 小姐 我們11月1號的時候 要裝箱 包裹跟兩個這樣放在一起 這個脫落的話 拆成兩件或三件的話 變成日後有一半沒有儲置 這個除了不能做自動化 除了以外 另外也不知道把友情送到來 也會造成粗緣的困擾 民眾怕航空 也許海溫的報告也要注射 以前去海關查到耐打 鋁瓦電瓶 也許有化學生分的東西 法款都是中華友情自己吸收的 不過前後幾月開始 驚東西的人 自己要付2萬至10萬塊的發金 另外中華友情也要撒出 成間友局 專門來替上班族 來跟他們的營業的時間 前十一月初一開始 北中南 各一間友局又開始在失事 每禮拜二九拜五 正中到十二點開始營業到晚上七點半 這樣要去友局辦事的上班族 就不用頭早班 友局的人會等你到下班 到十一月中 在新北市湯市台南市 也有一些友局的隊在做 這些友情的新改變 我們民眾可以更加強敵 去這裡中華報道